美国总统奥巴马抵到伦敦 将在星期二与英国旅王伊丽莎白和首相卡梅伦会晤 这是奥巴马总统欧洲四国之行的一部分 奥巴马和夫人米歇尔按计划将出席 在白金汉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与女王共进午餐 随后在白金汉宫出行国宴 白宫说奥巴马还会到威斯敏斯特教堂献花圈 并且和反对派领导人米茨班德会晤 预计奥巴马和卡梅伦将会谈到安全和经济议题 两人都为本星期晚些时候 在法国举行的工业化八国集团峰会做准备 两位领导人在星期二出版的《伦敦泰姆士报》上联名撰文 称美英两国关系不但特别而且重要 由于冰岛火山灰在该地区扩散 奥巴马缩短了在爱尔兰的访问 星期一半晚提前抵达伦敦